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家家空 那今天我帶大家來到Nottingham 這個西北邊 東...是不是西北? 我的Jocography真的很差 東北邊, Sorry 東北邊Arnold那區 就看一間三房的Semi Detached 那這間三房的Semi Detached 跟我們平時看的那些有些不同 它是重改 就像那些車一樣, 重度改裝 那我們一起進去看看這間屋是改裝了什麼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片 去片之前, 說了一件事 這層樓其實是我們今天幫客人收回來 客人已經是到部了 他們參觀後都覺得很滿意 他們也不介意給我 可以在這裡分享一下這間屋裡面的內裝是如何 那我們廢話不說了, 馬上進去看看 首先我們看到門口是有兩個泊車位 這裡已經鋪了地磚 很整潔 沒有任何雜草生在上面 我們再過來, 左邊這裡 可以看到有一條小路 一直到花園 都是鋪了Snap 這間屋是香港人最喜歡的 那種無草狀態的屋 我們首先進來這裡 看看 左邊上去就是樓梯上一樓的 右邊上去就是客廳 客廳就是全木的地板 然後部分的牆身是做了牆子 因為這間屋之前都住了頗多年 所以牆身就不是特別帥 有些要拆了東西的瑕疵 比如有些洞、螺絲位 或者油有補過痕跡 但是問題是不大 因為始終這間屋沒有裂痕 沒有水控 這些全部都是外傷 沒有內傷 這是很重要的 首先就是客廳位置 是做了全木的地板 所以這裡已經沒有地毯 這裡也有一個GAS的火箱 暫時我都沒有食用 這個火箱 可以過來這邊給大家看看 窗門方面也是Double Gazing Window 沒有任何問題 正體來說 質素是不過不失的 平均 再進來 看看這裡是廚房前有一個Dining Area 就可以出到外面門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道 五個Lever的Lock的門 這裡可以出到外面的花園位置 這道門開下來 就是有一個Boiler 它連Boiler的位置裡面 都是鋪了Laminate Flooring 裡面可以放衣服 放其他東西 雜物 烤衣板 吸塵機 清潔用品 都可以 很大 這一部分 就是可以用來吃飯 或者你用來當作一個Utility 用都可以 看到全部都做了Done Light 這裡 直到這部分 本身 房子 就差不多停了 這一部分 就是房子的深度 再下來 你看到 這裡 就開始是延伸附近的地方 你看到這部分 廚房就搬出來了 雖然走兩級下來 但是廚房 是一個半Open Kitchen的廚房 最重要是可以放得到一個Double Door Fridge 就是這裡 已經有位置給它 旁邊還有一些櫃 也有兩個焗爐 有兩個焗爐 有一個很大的升盤 升盤的水壓 出奇地是厲害的 這裡很少的水壓 那麼強勁 有一個Induction Hub 還有一個抄油煙機 那些廚櫃那些 OK的 就是平常的 不可以說特別帥 所以要清潔一下 但是 是不需要裝修 可以重用 這些完全沒有問題 再下來 就是它再延伸出來 這個部分 你看到這裡 全木地板 還有兩隻天窗 還有四盞光光 這個地方 非常之光猛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它之後 再新加一件的 比較近一點 就是有年份比較近一點 所以你看到這一部分 這個環境是最好的 那它搬走了 那些東西 之後 那感覺就很開揚 很凶曠 那你 只是下面這一層 從這裡 一直到廳的位置 也有差不多六百多呎 就是 那個 尺寸很大 在香港一間屋 也是差不多 這個尺寸 一層就已經是 再下來 它下面 重中之重 就是有一個新建的廁所 那你如果有老人家 或者家裡比較多人的話 樓下有一個廁所 你知道 在英國 舊式樓宇 有一個 是有兩個廁所 尤其是樓下有一個 那麼大的 其實是很難的 那所以 這個也是全新裝修了 那廁所也沒有任何 需要做 那整體上來說 這一層也是 非常之高的實用度 那再給大家 可以在這個角度 看看 還有兩隻天窗 今天天氣非常之好 所以你看得到 陽光是怎樣照進去房子裡 令房子很溫暖 如果是春天來的時候 或者夏天 就更加可以感受到那個感覺 這個地區 你用來做客廳 或者你是 用來一個 整家人一起玩樂的地方 那就是非常之理想 變相這家屋 有兩個廳 加一個飯廳 OK 那我們看完下面那層 我們馬上上上面 是參觀一下的 好了 那我們在第一個客廳出來之後 就上上面 一樓參觀一下 那首先 這裡是一個 黑色的地毯 那我跟大家 實不相瞞你說 它的地毯就是有點差的 那業主也會想著要換的 因為它的地毯 就確實是有點髒 還有一些殘舊 那我先解釋一下 這裡有些什麼 這裡有一間房 廁所 第二間房 和第三間房 好 那我們首先 去左手邊這間最小的房 看看 所有房子都是鋪了木地板 除了走廊的地毯之外 其餘的地方 都是鋪了木地板 木地板 長身和下面一樣 也有些東西要收拾一下 例如這些要吻灰 油 但是這些都是一些 很簡單 很容易做的事情 它這間房子 就有一個 複雜的問題 就是它有一張床 可能之前那個業主 比較多些人 他就自己 商了一張 DIY的床 在地下 就是這一張 那麼 業主有機會 就需要叫起這隻腳 就是把床 拿走的時候 要重新鋪過地板 那這間房子 這個位置 是要這樣做的 有機會 但是 其實這間房子 都夠大的 說真的 因為業主本身 自己也有很多人 現在我們買這間房子的客人 他家裡也有很多人 有整個五個人 所以他們都需要更多空間 那這間房子 你就能給予他一個空間 好 第二間房子 就是這間 你看到這一部分 也是延伸了出去的 這間房子 可以放在雙人床 或者是放在小朋友 錄架床 睡兩個都沒有問題 那怕那些 長身的油漆 都是要弄弄他 但是也是問題不大 這些 如果大家有心機的話 自己DIY都可以的 再不是 出去找專門油漆的人來做 其實都不會太難 但是這間 也是一間 全門鋪了木地板的房子 基本上只是搞了油漆 已經可以 好 再下來 我們會看 還有 前面這間主人房 那這間主人房 就有一盞風扇在頂上 那這間房子 其實 沒有什麼要搞的 說真的 只要你 不會說不喜歡它的風格 就行 因為它比較閃亮亮 但是其實你可以鋪回牆子 你不喜歡這個圖案的 你換回另一隻 這裡也是牆子 很簡單 這些要換也是很容易 那這間是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房 它還有一個walk-in wardrobe 這個walk-in wardrobe 就在這裏 它是自己做的 有光燈在裏面 你看到這裏 有地台燈 這裏 整個LED燈 在這裏 很清楚 你看到裏面 你放了什麼鞋 這裡 放了什麼衣服 你看到這裏 有隱藏的 可以掛很多衣服 女士門 可以放很多鞋 也挺厲害的 就是自己 DIY做一個walk-in wardrobe 外面有大鏡 可以用來照鏡 所以這間房子 其實這間房子 所有東西 都是很實用的 最主要是空間 很多小的房子 要延長的話 要付很多錢 沒辦法代替 再來就是廁所 這個廁所 基本上是全新製造的 你看到它裡面 是很大 你看到廁所 一個 semi-detached 舊樓 是會有這麼大的 浴室 你看到這裡 浴室 是有幾個位置出水 剛才我試過 現在不試 因為我會弄濕自己 它全部都是出水的 全部都沒問題 業主也不會說 要再去裝修 因為已經是裝修好 它就做了一個光管 非常之光猛 可能換回大一點的鏡 我覺得鏡子小了一點 這些也是做了漂亮的 仿雲石桌面 升盤也夠大 也有很多 很多櫃桶 你看到很多位置放東西 在廁所裡 一家有四五個人的話 其實毛巾 衣服 底褲 或者化妝品 唇膏 甚至喇叭丸 其實都很多東西 所以 多些櫃在廁所裡 是沒什麼壞的 而且它也不會壞 因為做了櫃 令廁所很有壓迫感 它整個廁所 空間感仍然很大 這裡 你看到嗎 五個人 五個人可以放自己的洗頭水 沐浴露 分開一格一格一格 真是很理想 所以廁所 也是非常漂亮的 這也是業主選擇它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不需要再花錢去 收拾廚房和廁所的位置 好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間屋 覺得如何 因為 我其實還未介紹完 因為它還有乾坤 這間屋 因為業主 買這間屋的客人 是有小朋友 但小朋友 有秘密基地 這間屋 是一間有秘密基地的屋 大家想不想知道是怎樣 馬上和大家參觀一下 好 這是我現在面對著的這條樓梯 通常上廁所 都是只有 Fiberglass 的設計 大家最多放一下行李箱 這間屋 就非常 這間屋 樓上 還有一個 秘密的基地 這邊 首先你看到已經鋪了地毯 是不是 再看過來 我們看來 看到嗎 是很大的 這裡甚至乎 人 可以整個站在這裡 甚至乎 你放一張雙行床 放在這裡也可以 我覺得 這裡可能會鋪上 Lamonded Flooring 做好一點 Flooring 會更加理想 可能有些油 它之前 就是 那家人的家 有小朋友 有些梳化 有電視機 打機 所以上來這裡 應該有網絡可以的 那麼 也有很多插頭 很多插梳位置 再過去那裡還有 你看到嗎 這邊 我真的要開電筒 給大家看看 這邊 這邊 這邊是還有的 那裡是可以放到很多 很多東西 但是這邊因為沒有燈 其實 不對 它有盞燈 我先開開 有沒有燈可以開到裡面 它有燈制的 但是 裡面的盞燈可能燒了 所以我開不了裡面的盞燈 但是裡面 還有一番天地 說真的 放多兩張床在裡面睡 都還可以 那我自己呢 很少看到有二手樓 就是比較舊樓齡的樓 有這麼大的Loft空間 那這裡呢 也都是 它已經申請了 Permission 可以把它改成一個這樣的地方 下面這個地板 也是做過加固的 那所以呢 是很好用的 多了一個額外的空間出來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出回來 去買個 花園那裡參觀一下 那這個花園呢 就是香港人最喜歡的那種 完全沒有草的花園來的 那我帶大家呢 走過來看看 好 那出回來呢 這裡呢 就是Extension落樓梯出來的部分 那你見到呢 那個花園呢 是完全呈於一個 無草的狀態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Snap 然後有人造草地 左邊有一個小溫室 我們來看看 有一個小溫室 那它可以用來種植物 或者去 好像放一些兔子用的東西 可能是養動物都不出奇 我不肯定它之前是做什麼 這裡有一個花園 也做了花園 很有心思 做了花園可以種植物 那說真的可以種一些食物 如果是香港人的話 就比較傳統上 都是會喜歡種植物的東西 我們實用主義 那這裡呢 有一個閃銅 你燒烤 夏天可以燒烤 不用怕淋濕 也不用怕大風吹 那非常之好 那裡面這裡還要再多一間 儲物室 那所以你不要看到的雜物 譬如你的行李箱 那些工具 或者你和你老公 吵架 把你老公也不要放進去 那也可以的 這裡還有一道門 關門 關門就沒有眼屎乾淨 這裡 所以 它的花園 可以用盡每一吋空間 可以說是 雖然你說花園 就不是全屏 有些地方 譬如要走一兩級 但是總括來說 它是一個 完全不需要打理的花園 一年兩年三年後 回來 它都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自己也比較喜歡這種 實用型的花園 好了 大家看完這房子 不知道你覺得滿不滿意呢 我自己覺得 買給香港人是非他們莫屬的 因為香港人的實用主義 在這房子發揮得淋漓盡致的 他們一家幾口 也覺得很開心 有這麼大的空間 可以買給他們住 現在的價錢也不是太高 其實是三百千以下 以下只有幾多 我不說實際的價錢幾多 Between 250-300 這些價位左右 所以 說真的 現在這個價錢 在Nottingham Arno 地區 是找不到什麼的 盤是極少的 所以 業主一家都很慶幸 他們很幸運 一進行訂購很快 我們已經除了 這方面是感恩的 另外 我覺得他們都會好好利用這個空間 因為他們家人都比較多 所以他們可以充分地發揮到這房子的長處 他們也有些小朋友上面的秘密基地 就真的適合他們了 Anyway 我今天的在這裡介紹就到這裡 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影片 記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按鈴鐺 讓大家知道我什麼時候出片 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